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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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跑神泉 喝着神泉水长大的宋宾 血液中打脚就融化着尚无的因子 我八岁就开始喜欢上武术跟小伙伴们一块玩武术 十二岁找到了现用里边的刘天志老师 开始系统地学心意拳 学会了五星十二星 我和宋宾呢 我俩是从小玩大的 他从小就喜欢武术 练长拳之类的 1986年9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 已在部队比武中获得三等功的宋宾与太极结缘 从此宋宾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 这种寒逊内敛 连绵不断 以柔克刚 即缓相见 行云流水的拳术 开始了他追梦太极的人生之旅 然后偶然的机会买了一本书 是阳师太极拳 后来他们介绍说 在太原 英哲公园 杨正德老师呢 常年在义务教授我们阳家太极拳 每到星期六晚上 他总要想方设法 或者买客车票呀 或者搭人家便车 去百公里外的太原 跟亚洲的老师学拳 太极拳的文化特征相当丰富 他以中庸为在体 以无用为己用 即佛家慈悲为面 道家道法自然 和儒家的人意为本 诸多理念为一体 海纳百川 千荣并序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 在武术上的集中体现 是中华武术文化的瑰宝 三十年来 宋斌最新太极 滋滋探求 不断追寻着其中的奥秘 2000年 他担任了 焚羊市太极拳协会总教练 开始常年培训学员 组队组织了各项赛事活动 每年培训太极拳爱好者 万余人次 2002年7月 他被国家武术院首批专家 羊市太极拳第四代敌传人 羊振夺 吸收为首批入室弟子 从此肩负起了 正脉传承羊市太极拳的重任 2002年 我有幸成为 羊振夺大使的首批入室弟子 他的精湛的武艺 高尚的武德呢 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 我深刻领悟了 羊市太极拳的不大精深 2004年 宋斌创办了 羊羊市第一所 以文化课为主 武术为特色的学校 并在学校中开展 太极培训 2006年7月 创办了 羊羊市第一所 跆拳道俱乐部 2009年10月6日 创办了 羊羊市第一所 羊市太极拳授权机构 中国羊城府太极拳 羊羊中心 宾如堂 也成为 国内三家太极拳 中心之一 同年建成了 羊羊宾如堂信息网站 搭建起了 第一个集视频 音频 图文等多种功能 为一体的 太极健身信息服务平台 2012年8月9日 成功举办了 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 60余名全球中心主管 文化交流活动 并做了精彩表演 2013年7月6日 成立羊羊市 罗骨协会 亲自颠创 太极罗骨 将太极风韵 与罗骨风采 进行了有机的融合 2014年3月 宋斌在焚羊举办了 羊市太极拳 体用教学培训班 展示了羊城府宗师 体用教学思想 邀请羊市太极拳 第五代敌传掌门人 国际羊城府太极拳中心 主席杨军先生 及夫人来焚开展了 首届传统羊市太极拳 体用结合教学方法 集中培训 来自全省16个地市 15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 参加了培训 杨振夺宗师的弟子 40余人前来助系 2013年 为了让中华传统文化 得到更广阔的延伸与传承 宋斌在中心开设了 少儿太极拳课 将太极传承 从娃娃抓起 2014年8月 组队参加了山西省第二十届 阳市太极拳邀请赛 队伍中的六个少儿选手 最大的八岁 最小的只有五岁 一惊亮相 备受青睐 成绩喜人 成为赛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2014年 在广州创办了 塔克人第二所 中国阳城府太极拳 培训中心 宾会堂 阳市太极拳呢 机构简洁明了 知识呢 舒掌大方 事实呢 速度呢 是事实轻轻 缓慢柔和 适合各种人群的学练 它具有气魄大 形象的 尽在内涵的特点 宋斌常说 太极拳是中国的传统漫画 不仅能强身健体 而且能头野青草 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 它是我的梦想与追求 作为正脉传承人 我会把太极这一造福人类的折权 传承下去 让大家共享 说到这个倾性传教呢 首先一点就是它 无偿的 无私的 面对那么多的权有 它把它所有的权技 恨不得倾 倾一下就倾倒出来 传教给大家 而且是无偿的 在这个社会做到这个无偿的教 大家学权 实在是不容易 所以我把心眼里还是 我今年六十八岁 跟随宋老师谢谢 粮食太极拳二十多年 宋老师创入 从不保守 他是我们的粮食业友 中国阳城府太极拳 梵阳中心成立五年来 宋斌率领中心教练 应邀赴吕梁市境内的 离石区 南县 林县 柳林 孝毅 及山西省阳权 大同 于次 文喜 宁武 林川 平鸟 以及省外的北京 山东资博 青岛 阳谷等地 进行技术培训 培训太极拳爱好者 三千人次 目前 中心会员已发展到四百余人 培养了一支 思想觉悟高 业务能力强的教练员队伍 选拔技术骨干 组建了中青组 老年组两支表演队 培养了一支 十五人的裁判员队伍 连续五年利用 暑假进行义务授权活动 习武 德先行 后德再万物 宋斌 在传授太极拳的同时 更着重于传授 中华传统美德 在交拳育人中 宋斌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以人为善 爱人圣己 劣志严谏 他宁愿自己头顶劣志 把遮阴让给学生 宋老师常要求我们 习武先修德 他亲郎相授 毫无保罗地将所学 杨氏太极拳传授于我们 这是一种记忆的延续 和文化的传承 宋老师呢 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地求心 勤学不错 然后呢 在传授过程中呢 他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 能够以正卖传承为己 不定是在我们本地 在外地省内 外省外市呢 都有他培训的足迹 受到了全有的好评 我的汉语不太好的 说不出来的 可是 宋老师就是 感觉 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感觉 对我非常地好 一个好的老师 好心人 多年以来 在杨振多大师的精心指点下 宋斌不断开拓着自己的事业 以精进不懈的努力 始终不渝地追求着远大的目标 不断向着太极的高峰攀登 他曾五次远赴美国 意大利 多米尼加等国家 参加杨成府太极拳主管的培训 满怀虔诚地汲取着太极的精华 充实着自己的太极世界 宋斌比一般说比较突出的 也比较突出 所以从前点来看 这个发展情况来看 他也是在这个 不仅仅是在这个 作为在这个 飞压那儿了 而又在我们整个协会来说 也比较突出 是吧 这对太极拳来说 这就是下了一番功夫 但是呢 他这个下了功夫 也没有白下功夫 是吧 从现在来看呢 就是成果还是不错的 是吧 今天嘛他又拿了 在他来说又拿了新的弟子 这就说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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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斌的他这个太极拳势力 也在逐渐的慢慢慢慢进一步发展了 刚才听说在这广州人安排 这由这个省里面到外省开展 这从他来说的话也是 在咱们协会来说 在我的弟子当中来说 也还是比较突出的 是吧 正是由于他的努力 也做出这些成绩 是吧 我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是吧 拿了太极拳更好的发扬光大 对于宋斌而言 太极不仅仅是一种权术 而是一种生命的律动和梦想 生生不息 永无止尽 生命的律动和梦想